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高兴今天来到卡国大学做过音乐会 因为做了这么多年的住校艺术家 合作机会不是很多 今次我们很高兴来这儿举行音乐会 管乐瓦集大概十年前开始成立 前身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在1999年到2000年 在香港电台第四台有一个铸台的新乐团叫陆寿市 管乐瓦集其实是陆寿市的一个延伸 管乐瓦集包含的管乐乐器就比较多 所以我们覆盖的曲目也相对比较多 如果大家在节目中会看到 都有一个名字叫Obsession Obsession就是古瓦集下面属下的一个小小的双黄管的合奏团 大家如果拆开来看就是Obo Session 意思其实很明白就是古瓦集里面的Obo Session 组成的一个合奏团 那瓦集成立了差不多十年 都颇活跃的 我们经常有出外表演 不同的音乐节 去过纽约、瑞士、北京、上海 我们每年都参与法国五月 的演出的 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次的音乐会 我们都尽量包含一首本地作曲家的作品 这是我们的抱负来的 那关于上海的Obo Session 因为我作为他们的客席访问教授 那我就由两三年前开始 我们大家坐在这个构先 就是商航馆其实那个类别 就是曲目其实很多 那我们就去年就开始想着 部署有这个音乐会 所以这次我们除了来香港的教育大学之外 我们上个礼拜日 刚刚过了个礼拜日 就在澳门的一个世界文化遺产的一个教堂里面 在同一个类型的音乐会 曲目是很相似的 所以上海Obo Session 其实那个成员主要是上海音乐园 和上海音乐园府中 他们的老师也都有参加演出的 所以这次就很高兴 两个两地的失乐团 同一类型的失乐团可以在教育大学里演出 商航馆大家知道在乐团里面很重要 声音就很长 那这些独特的性格的乐器 放在一起 要做一个合作 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对音准 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我们也觉得如果有东西要克服的话 克服了之后 那些团圆或者同学的进步是会很大的 曲目方面其实有现有的曲目 即是有些作曲家是有作 比如我们这样的曲目里面 有原创的作品 也有些是改编的 也有些我们团圆自己改编的 比如刚才的摩扎特《八重咒》 我们把单黄管和元号 改了给Obo 即是家族里面的油音管 还有一个法国号 因为法国号也是演F 跟英国管是一样的 其他我们就用原创来演出 你可以说曲目也挺丰富的 但是非常有挑战性 大家如果是读音乐的同学都知道 问题所在 在《八重咒》 在《八重咒》 中文字幕有点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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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